进入焦点对话,近日河北邯郸市肥乡区一初中生被同学杀害并掩埋的消息,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案件发生一周后,也就是昨天晚上,肥乡区联合工作组发布情况通报称, 3月10号案件发生后,肥乡区公安机关立即展开了侦破工作。 11号,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现已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此外,被害的学生王某某的遗体在今天凌晨进行了尸检。 王某某的父亲和王家的律师全程见证了尸检的经过。 东方卫视记者楚华也赶赴当地采访了王某某的父亲。 解剖的时候,我全程在那儿,从头到尾,我是咬着牙看完的。 我就想弄明白,我孩子生前到底遭遇了什么。 你得到答案了吗? 我得到答案了。 你答案是什么? 这得等待眼神报告鉴定。 你看到是有很多外伤吗? 我不甘心,我就要弄清楚我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是怎么死的。 我就要知道我孩子遭遇了什么。 我觉得这是我的动力,我的信念。 本案的受害人王某某是河北邯郸肥乡区的一名13岁的中学生。 她在10号试连,第二天她的遗体在一个废弃的蔬菜大棚内被发现。 王某某的姑姑向东方卫视记者讲述了孩子从私中到遗体被找到, 以及锁定嫌疑人的整个过程。 后面坐着的是王子耀,这个是张某某。 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反正这两个都是害我家孩子的。 这是被害人王某某失联后,家属调取监控看到的画面。 王某某的姑姑表示,3月10日下午1点左右, 直自告诉家人去找同学玩。 到下午4点多,再给孩子打电话便无法接通, 此后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家属立即组织寻找,并且报警。 此后,他们和警察曾找到监控中的三名同学进行询问, 但三人均矢口否认,甚至提供了误导信息。 我们去他家问了几次,他都说,我就跟他玩了一会儿, 他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走了,一直在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随后,王某某家属给孩子补办了手机卡, 通过查询微信记录,发现王某某在10日下午, 曾给三名嫌疑人中的艺人转过190多元钱。 在监控记录和转账信息等证据下, 三名嫌疑人才最终交代了将被害人杀害, 并埋在废弃蔬菜大棚的事实。 这个大棚距离其中一名嫌疑人家不过100米。 据报道,三名嫌疑人和被害人一样都是留守儿童, 且均未满14周岁。 事发后,被害人的同班同学向记者表示, 三人曾对王某某有过霸凌行为。 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邀请到的是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双红女士, 同时我们还会连线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会理事尹玲。 那么首先请教一下尹女士, 按照我国2020年对刑法修正案的修改, 最低刑事责任的年龄已经调到了12周岁。 那么本案中三名犯罪嫌疑人都未满14周岁。 那么根据现行的法律, 他们可能会面临怎样的惩罚, 这是第一个问题。 另外请教您, 未成年犯罪量刑它会相应的减轻吗? 在同等的罪行下的话。 晚上好, 2020年的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话呢, 其实从实质上的话呢, 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 对一满12周岁, 未满14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 他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 制人死亡或者以那个特别残忍的手段, 制人重伤, 造成这个严重残疾的话呢, 情节恶劣, 经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 应付这个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这些未满14周岁的这个初一的学生, 他们只要是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 那么就有可能被判刑。 那么这些人应该就是这些未成年人嘛, 还是很低龄的, 应该是被关押在这个少年犯管教所, 接收这个矫制教育。 我们说惩罚也好, 什么也好, 比如说这是刑事处分了, 那么这种惩罚的话呢, 我们要考虑他的年龄问题, 因为他们还处在义务教育的年龄阶段, 所以应该接受这种正常的学校教育, 然后另外有一个行为矫制的教育, 行为矫制教育的话, 前提的话呢, 需要明确他们犯罪的原因, 也就是对他们进行一个个别的教育, 而不能很笼统的, 确实按照一般化的这种教育。 另外的话呢, 这些未成年人的话呢, 他们都是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大家都知道的, 这些人的话呢, 他是在这个父母对他们的监护是缺失的, 那所谓的缺失的话呢, 一方面我们所谓的监护的话呢, 一方面包括什么, 包括管教, 另一方面其实也包括父母对孩子的这种呵护和爱护, 这些人都是缺乏的, 那么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在他们就是如果被关押在少年管教所进行接受教育的时候的话呢, 他们应该学会这种怎么样教会他们去爱人爱己, 珍惜生命这些,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教育的一部分, 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这个这样子低龄未成年人被判刑的潜力, 所以当前还不能做出就是说比较, 但是因为年龄原因的话呢, 他们对于他们的量刑一定会比成年人减轻很多的,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毕竟还是才十二三岁的这种低龄未成年人, 我相信的一切都会依据法律的规定来行事,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问一下陈女士, 那么被害人的姑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她告诉我们啊, 他们一开始呢, 找到其中的一名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 她很淡定的在玩游戏, 而且还提供了一些误导的信息, 那么这些孩子在实施犯罪之后, 有如此冷静的表现, 您怎么看? 另外呢, 我想问一下啊, 三名嫌疑人, 其实此前啊, 就有对受害者实施的霸凌行径, 那么其实这是有过程的, 从霸凌到谋杀, 悲剧啊, 为什么不能够及时的被发现, 或者是被制止? 陈女士, 其实这是一个很沉通的话题啊, 对, 这是人与人之间啊, 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其实是需要一定的能力的, 这个能力就是共情的能力, 但是在这些孩子在被审问的时候, 这样很冷漠, 甚至还可以玩手机, 很重要的一点是, 他们已经没有了共情的能力, 这在恶的行为的产生的背后, 他们没有了共情, 就是我们专业上俗称叫零共情, 那零共情的一个特点就是, 在关系里边本来是有你和我的, 那么零共情的人呢, 他的特点是只有我, 没有你, 那个你是谁呢? 你就是物品, 就是他没有任何的情感, 没有生命, 他就像一个笔, 一个水杯, 那么我把笔遮断了, 把水杯打碎了, 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的情感的, 所以他为了不择手段, 达到目的啊, 杀害同学的同时, 就像杀害一个物品, 所以他的共情的能力就没有了, 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为什么他霸凌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被发现呢?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关注这个过程, 其实是有的, 比如说我看到他姑姑说, 好像孩子说, 我不想去上学了, 其实这是一个信号, 就是孩子向外界释放求救信号, 比如说孩子性格, 他从一个非常快乐, 或者说变成了一个非常内向, 他回避了社交, 或者说他的情绪, 陡然变得非常一击惹, 或者很胆小, 又或者说这些孩子, 相对来讲他成绩下滑了, 这些都是在释放一些信号, 只是可能我们不知道, 如果孩子说我不想去上学了, 父母可能第一时间就是担心, 就是会, 你怎么能不去呢? 这样子就会让我们错失了, 孩子很好地好奇, 帮助他们的时间。 是, 好, 谢谢陈女士, 那么对于未成年犯罪的惩戒, 一直颇受关注, 2020年12月通过2021年3月1号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11, 将最低的刑事责任年龄由14周岁降至到12周岁, 那么具体规定是, 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罪, 自人死亡, 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 自人重伤, 造成严重残疾, 情节恶劣, 经最高人民检察员核准追溯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14周岁, 不满16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之人重伤, 或者死亡, 强奸, 抢劫, 贩卖毒品等罪行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也是我国自1979年以来, 第一次向下调整刑事责任年龄, 不过近年来, 一些涉及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 尤其是恶性犯罪行为的曝光, 使得如何进一步加强, 对未成年犯罪的, 成熟力度的公共讨论, 一直进行着, 2023年8月, 湖北荆州公安县, 11岁男孩李某某, 将邻居4岁半女童, 郑某某杀害, 被害女童的父亲称, 此前女儿与男孩的妹妹, 因争抢玩具发生矛盾, 男孩出于报复, 将其杀害, 同年年底, 此案因李某某作案时, 不满12周岁, 无刑事责任能力, 最终做撤销处理, 警方表示, 李某某正在专业机构, 接受心理矫正, 为期6个月, 2021年2月, 陕西汉中敏县, 一名13岁男孩, 杀害6岁男童, 并藏失家中, 2020年4月, 安徽宣城郎西县, 一名12岁男孩, 杀害10岁女孩, 并藏失灌木丛中, 好, 我们继续请出两位, 首先还是请教一下, 银女士, 那么立法调整之后, 最低刑事责任的年龄, 降至12周岁, 但也意味着, 像湖北未满12岁的男孩, 杀害4岁女童的案件, 刑法占无从法力, 那么湖北的这个案件, 最终也做撤案处理, 对于这种情况, 应该用怎样的法律和手段, 来加以处置呢? 另外,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是否还有进一步下调的可能呢? 好的, 对于这个未满12周岁, 未成年人这种杀人行为的话, 现阶段的刑法确实是无法处置的, 但是并不是说就没有办法处置了, 就比如说我们说, 现在有一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其实我认为可以充分地利用这部法律, 然后对于这个未成年人, 进行这个专门学校的矫制教育, 当然这个矫制教育的话呢, 也需要我们就说政府, 在这个相关的内容上, 课程设置上等等方面吧, 有所加强, 另外的话呢, 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会不会下降的这个问题, 我认为它应该不会有这个下调的这个可能,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刑法其实不是一个万能药, 刑事责任年龄下调的话呢, 也并不能遏制这个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这个问题, 所以的话, 我认为只有弄清这个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原因, 有地方是, 然后的话呢, 对他们这些行为加以预防, 才是我们这个必须做到的一件事情,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未成年人犯罪, 这个低龄化的这种现象的话呢, 经常会, 就是说会被这个媒体也好, 就是说社会广大广泛关注, 但是呢, 这并不是说未成年人, 低龄未成年人, 他已经成为了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力军, 并不是这样子, 而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是因为低龄, 所以的话呢, 比如说还有手段的残忍啊, 危害性很强啊, 是, 然后的话呢, 这个社会的这个舆论也好, 什么也好, 就是说对于这个关注非常的大, 所以的话呢, 才让这个人会感觉, 哦, 低龄未成年人的情况非常严重, 这样子, 所以的话呢, 我认为就是说, 对于解决这个低龄未成年犯罪, 并不能单纯的依靠刑法来惩治, 惩治并不是这个我们这个一个目的, 其实预防才应该是我们最重要追求的一个目的, 好, 谢谢云女士,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陈女士, 我们都注意到呢, 在河北邯郸这个案子里头, 三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那么在你看来呢, 是否存在的一定程度上, 也反映了一些地方对待留守儿童这个群体, 你刚才也说了, 缺失这个关爱的问题, 那么同样呢, 对这个群体的教育啊, 包括心理辅导啊, 刚才你讲的培养他的共情的能力啊, 等等等等, 是否呢, 有办法系统性的, 而切切实实的, 能够加以重视呢? 是的, 其实我说共情的能力, 刚刚这三位小失害者, 其实他们为什么没有共情的能力, 有可能他们的原生家庭给到他的, 也没有给他共情, 所以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延展到他的人际关系里,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可能他出现的就是, 他是被物品对待的, 可能他也会把他身边的像物品一样对待, 而这些留守儿童, 我们以为的好像就是父母不在家里面, 好像比如说去其他城市打工了, 才叫留守儿童, 其实在我们城市里面, 很多的新一类的留守儿童, 比如说交给家里的老人, 交给保姆, 或者说送到一些技术住学校里面, 都有可能承载这样一个, 这里面你谈到都是自己的亲人对孩子的共情能力的培养, 我想问一下, 学校在这个方面是否也必须承担一定的角色呢? 是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学校现在我们单一的评价体系, 以成绩论英雄嘛, 所以就会把那些心理健康, 一些情感的一些交流, 或者是情感的一些身心健康, 就会忽略掉,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 谢谢陈女士, 不时发生的未成年恶性犯罪, 让未成年人恶意补足年龄的讨论, 进入舆论的视野, 那么这个制度呢, 原以英国将主观恶意与未成年刑事责任挂了钩。 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核心在于, 原则上推定, 处于某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 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但如果控方提出相关证据, 可以证明, 该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 具有恶意, 能够辨别是非和善恶, 则可以推翻原推定, 追究其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 如果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主观恶意大, 这种恶意可以把自然年龄差的部分补上。 不过, 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 英国曾一度出现废除该制度的呼声。 2009年, 英国上议院在审理一起案件中明确指出, 10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通过证明自己缺乏恶意, 而主张自己没有犯罪能力, 恶意补足年龄制度被立法废除。 在美国, 只有内华达州、 南达科他州、 华盛顿州、 俄克拉河马州等保留了恶意补足年龄制度。 更多关爱和矫正未成年人罪犯的少年司法制度, 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但近年来,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 尤其是恶性犯罪案件激增, 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在英美法系有了复归趋势。 美国一些州开始通过修改法律, 将少年司法的重点有原来的关怀和恢复性措施, 转变为惩罚和责任。 好, 我们继续请出尹女士, 那么请教您, 国外这种恶意补足年龄的做法, 在国内是否有探讨和落地的空间? 另外, 未成年人本是法律重点保护的对象, 但一旦成为加害人, 其未成年的身份, 又为其逃避制裁提供了一种可能。 那么如何把握好实施刑罚的这种尺度, 做到不枉不纵呢? 林女士。 好的, 其实的话, 说到2020年那些刑法修正案11的话, 就是说刑事责任年龄降低的这个规定, 其实就是国外的这个恶意补足年龄的一种表现方式, 我认为, 因为在我们国家正常情况下, 也只有年满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 才算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而在14到16周岁之间的未成年人, 在犯巴黎犯罪的时候, 才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的话呢, 现在是未满14周岁, 年满12周岁的, 就可以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追究刑事责任的, 就是说虽然需要一个核准, 最高减的核准, 对, 那么但是其实它也是降低了, 所以这是国外的这个恶意补足年龄的一种体现, 一种方式, 我认为, 那么未成年人犯罪, 这个一方面未成年人需要保护, 另一方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话呢, 他又可以拿这个叫什么自己未成年人的身份, 可能就是说是又得到另外的一层保护,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其实这个虽然西方也有这个, 就是说从保护走向这个惩罚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但是这种做法的话, 从本质上来说的话呢, 他并没有遏制未成年人犯罪, 或者少年犯罪, 但是的话, 我觉得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 他因为没有少年法, 所以还是从刑法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 明白,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蛮落后的一个做法, 但是对于这个这样的一些未成年人, 这么恶行犯罪的这个未成年人的话呢, 不处罚, 其实也说不过去的, 然后的话, 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呢, 其实我们国家对于监护人, 他的这个要求的话呢, 我觉得是有点低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比如我们应该修改一下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 加大对于这个家长监护责任的这个要求, 但是留守儿童的监护权保障的话呢, 其实需要国家政策做后盾的, 先有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这个替代监护人制度, 其实无法发挥应有的责任, 所以这些我们是需要今后要考虑的, 怎么去的一些问题, 我认为是这样的。 好的,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会进一步的讨论这个话题, 那么我们也希望多管齐下标本监制, 那么就在这个月的一号呢, 最高检明确提出, 对于实施严重犯罪, 性质恶劣, 不思悔改的未成年人, 依法惩治, 该言则言, 可以预见,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法网会越来越明。